大家好 我是宋小雨 非常高兴来到这个美好的地方 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 热爱大自然 这使我丰富 我是一个崇尚智慧的人 那可以使我让更多的人认可 我是一个愿意接受挑战的人 我曾经一个人在荒岛独自度过15天 风雨确实让我有些恐惧 但是我走出来了 让我们一起前进 前进 前进 我来了 宋小雨男42岁北京人 直高毕业 各位老板 所有的好朋友们 大家现在好 我叫宋小雨 从事餐饮行业20年的工作 曾经在奥运会也做过服务 曾经也研发过 在特色小镇研发方面也做过研究 非常感谢天津卫视 能给我这次表现的舞台 今天走到这个舞台上 希望能找到一个 让我更大发展的企业 在平台能够实现企业的梦想 实现自我的价值 谢谢大家 宋大哥是吧 这个您这不像是来求职的 就像老板 做过老板 对 你看头发正亮的 腰间记着爱马仕 是吧 您以前是做生意的吧 做过 这是说起做生意呢 应该是20年前的事了 20年前 老前辈 不敢不敢 曾经自己开过三个餐厅 三个 三个 一个开完了 关掉 又开一个 不赚钱 又关掉 又开一个 这样啊 三个餐厅 第一个餐厅呢 是家里呢 给了一些小支持 然后呢 也是年轻气盛 然后呢 就想实现一个 年轻人的一个豪华梦嘛 当时也是正好 临这个改革开放 满马路没饭馆 在北京开的 在北京开的 然后呢 没饭馆呢 然后我就做了一个盒饭 这个盒饭呢 这个当时在 我们那个上帝啊 他现在等于写字楼 刚刚建成 配套设施呢 都没完备 因为当时我还 在之前 我做过一年保险 然后呢 销售能力呢 就没问题 推门就进 直接就奔前台了 您好啊 这个需要盒饭吗 就是那种地毯式的 最初级的 二十年前嘛 这么一个这个 销售手段 盒饭小王子 盒饭小王子 可以这么讲 感谢这个老师 给的这个名字 雅浩啊 这个之后呢 就是盒饭当时很好 每天的流水呢 是四千 就已经觉得呢 就是很满足了 二十多岁的我呢 就膨胀了一下 又有车 又有电话 拿着在马路上 就开始有点 不知道自己姓 什么的感觉了 然后摔倒了 就赔了 没有半年 赔了 赔了一个 转干毛巾 男人不能膨胀 还该了表情啊 且行且珍惜 是 是这样 然后呢 这个不甘心 不服输 我还得再开一个 第二个 这个餐厅开始了呢 是和同学合伙 同学合伙之后呢 这次有合伙人了 有合伙人了 原来没合伙人 原来没合伙人 就有合伙人了 同学们呢 主意太多 张三一个主意 李四一个主意 王五一个主意 没几个月 就关门了 第三次 我就 就是想方设法呀 就得把这事 还得干成了啊 然后呢 这个这个 我想我再找一合伙人 再找一合 再坑一个 再找一合伙人 我再说 怕大家能笑话我 这个 我找的是我妈 你妈真勇敢 找的是我妈 我想 这一合伙人 不能再跟我有意见分钟 这一合伙人 都不能再坑我 你这是到了 山穷水晶的地步 对 怎么了 干怎么样 干到我到第二个月的时候 我必须要求关门 我怎么了 发生什么了 因为我妈呢 就是属于那种 就是传统教育的一种母亲 怕孩子受累 自己干 怕厨师受累 自己干 这就是妈妈 怕这个 这个 省成本 自己干 省成本 那个时候呢 我记得我流着泪啊 看着妈妈那种感觉啊 这个一个月 瘦了又二十斤 所以我说这事要再干 我不能跟我妈命搭上啊 还算是有孝心 就这么一个情况下 我说必须关 就得关 挣钱吗 不赔钱 也不赔 也不挣 不赔钱 一点都不赔钱 又创业失败了 又关了 在我的执拗下就给关了 关了以后 我就思考了一段时间 我直接就选择了 做一个餐厅服务员 从头干 从头干 从头学 摸一把经验出来 摸一把经验出来 这还算个爷们 我也二十多岁 我怕什么呀 从头来呗 从老板 电影服务员 心里有落差吗 没有 没有 因为我从来就没把我 当是我老板 服务员干得怎么样 服务员呢 我在两个月的时间 我在这个整个传菜部啊 我就发明了一个 片鞋 鞋鞋鞋鞋鞋鞋上菜法 啥意思 再说一遍 片鞋 片鞋 红片鞋 红片鞋 塑料的 塑料的 红片鞋 就是出溜着一下 能出溜出去的 甩周期的 那菜不会撒出来 不会 当时呢 因为我们在传菜部的时候呢 全是二十几岁的孩子 就通过这个传菜法 大家一快乐 轻松的工作当中 然后呢 增加了传菜速度 增加了顾客的满意 锻炼了身体 锻炼了身体 可以这么说吧 行 挺好 然后你就升为了店长了 升为了主管 主管 经过又半年的时间呢 升成了店长 不错 你生来是打工的料啊 是 不是做老板的料 是 您今天来面试的是 总监 副总经理 哪方面的总监 项目的策划执行 然后营销的 策划与实施 我们来看一下你的资料 这张图片呢 是我精心 为各位准备的一个 我的思路 多元化 全产业链 思维整合 我做了三个镜头 一个呢 是这个美丽盛装 我们在换衣服的时候 总是把 把这个顾客当成上帝 可是我们做了什么事呢 就给顾客一个小吃衣间 我们能不能给顾客一个沙发 然后顾客带着孩子 带着老婆 带着老公 坐在沙发上 看着妈妈 换着衣服 是吧 在这个沙发上的时候 他又会了解 相关产业链里的消费 然后做一个呢 软性推销 我理解一下了 他在做一个 这种跨行业的一个联盟 对 比如说今天 全产业链整合 今天我去族域 然后呢 他旁边说 我也给你推荐个保健品 对 保健品的商家 这个跟你们有关系吗 我觉得他找错地方了 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创业项目 而不是来 来这里应聘 我觉得这个跟 今天招聘没啥关系 宋总 我们已经很安静地 听了这么久了 您有很多想法 也有很多思路 很用心 但是 凡事都怕说但是 但是呢 我们看了一下 您的教育经历 和之后的一些直立 我们感觉这个话题 我们建议您不要讲下去了 应该是您暂时驾驭不了的 找自己擅长的领域和方向 好吗 好 谢谢 我想问一下 为什么不第四次创业了 为什么不第四次创业 是因为觉得自己不适合当老板 还是自己的问题 还是怕了 第一不是怕了 我觉得我懂得了自己的渺小 也就是说我今天站在这个舞台上 这个把我的思想表现给大家 而且表现出我平时工作的样子 甚至于千功 是我懂得了自己的渺小 这句话我还是很配 请教一个问题 就是您那个工作的这么长时间内 您觉得您对您的下属 做的最残酷的事是什么 或者说您开过人吗 好像听下来 您一直是一个跟对下面沟通 都是很好的 我的记忆里还真是没开过人 因为我都是 你不愿意跟我也可以走 我是这种领导方式 你问这个问题的目的是什么 我感觉下来 就是宋大哥好像是任性有余 那么刚性可能是有一点不足 那么我们在公司里面做管理 尤其是总监层 副总经理层 在这个层面上还是要果敢一些 对于上面也好 或者对于下面也好 这是更加负责任的 或者更加长期负责任的一种态度 就需要能够恩惠病师 钢油病剂 它只有那些更多老好人的特征 没有铁出来那种狼性的一点东西 只有柔情没有铁石 是这意思吧 因为在我们餐饮行业里 我们是把所有的服务员 都当成自己的兄弟姐妹看 实际上新媒体行业 可能要是一些狼性的 这是它这个行业的特点 那餐饮行业不是这样的 第一轮时间了解了你很多事 但其实没有得到太大的收获 您总结一下您这个人吧 我觉得我是企业的润滑油 你是企业的润滑油 我觉得我是一个真正的把一个想法实施下去的那个人 是有执行力的人 对 我是一个特别爱学习的人 好吧 因为学历只能代表我的过去 学习力才能代表我的将来 但其实你的学历在这漫长的工作过程当中 你完全可以补上的 很多年了 你也没补 对吧 您要求薪资是多少钱来的 两万家 两万家 除了总监和副总经理之外 别的干吗 也可以考虑 也可以考虑 有地域限制吗 还是在北京 在北京 如果是我父母百年之后 我可以 哪里都可以 你不能说把这个父母百年之后 我们希望他一百二十岁两百岁 来 第一轮选择虚活率 来 第一轮选择虚活率 你觉得灭灯是什么原因 总结出原因来是最重要的 我倒是非常希望跟您学习 问我 那我还是问他们吧 好 你说 你也就是什么原因 我来说 你说 我觉得第一 做管理层的话 一定是不能做 我们心又忍耻 但是手不能软 但是这个太老好 还是缺乏刚性 缺乏刚性 他刚才强调他的执行力 但是我听下来 他的执行力完全是执行 他自己的想法的执行力 而不是执行公司的 战略的这个执行力 我觉得这一点的话 可能是我不想看到 没有清晰的自我定位 对 所以这到他跟老板之间 矛盾很大 肯定会有矛盾的 还有吗 我给个建议吧 这个宋大哥 可能第一 对我们今天的行业 不太了解 这不是互联网行业 然后你这个求职方向 或者说哲业方向 可能还真要调一下 但也没办法去做创业 因为确实讲了很多例子 但是我觉得 一定要把那个 东西才低一点点 因为你之间的两万 大家一定会 根据两万去做你的考评 但如果降到几千块钱 我们再找一个设计合作 合伙 我可能还有很多谈的可能 今天的失败不代表 你没有找到口 可能需要再调转一下角度 那为什么我在同行业里 随随便便的 就可以找到 一万五到两万的工作呢 今天不是你的同行 不是很强我呀 因为您有那么多年的积淀 所以我们建议您 还回同行业去发展 真的 对您来说机会很多 如果要这样的话 就太感谢您了 对 有一句话 就走错场了 走错场了 他如果去纯粹 从他经验 去这种传统的这种 参与企业里面 可以找到一个 很好的一个工作岗位 但是真正你要 从他的这个创业 到最后又作为职业经理人 最后一个 你始终无法从过去的经历 经历当中总结出自己的道理 比如说你那三次创业的失败 到结底了你也没摸清楚 到底为什么失败 所以你就会变成你越热心 就越容易重复 犯一个错误 虽说您是个热心厂 但是反反复复 跨入同一条河内 要总结自己 谢谢你 感谢老师 再见 我觉得我的优势呢 应该是在餐饮行业里面 但是呢 这次呢 基本上都是电商这个类的 这两个行业呢 就是基本上呢 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然后呢 今后打算呢 还是回到自己的本行业 然后呢 去把狼性拿出来 把这个刚性拿出来 把好的东西留下来 继续的启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